我们都很能学习 老证ata帼女 Bringing the 拼义 没有 只有弟子 죄송 burst and我ør înc heck 没 moat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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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bai 我就ã nt yet vida Mohammad Thank God 不通 这些人发的 结果这些人 搞不定的说了办 所以他就跟他说的确认 我常常能够打个架的眼睛 比较异论我自己的老子 此处提到的中阴心事会彷徨漂泊于轮回 这里的彷徨指的是不由自主 也就是失去了自主权 当我们失去自主权的时候 就会受到外力的支配 是否能够具足自主权 它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实修 一个具足智慧的人 他以智慧察觉烦恼 察觉烦恼的过失 所以不会放任自己的心 随烦恼而转 这个叫做自主或者叫自在 他会晓得 什么是我所要的 什么是我所不要的 我应当要禅修慈心跟悲心 我不应当放任自己随烦恼而转 因为如果随烦恼而转的话 我们的心结合着烦恼及习气 就会跟六道的轮回相应 而持续的流转于轮回 所以他说在轮回当中漂泊 是这个意思 再来他说上师之也 悲心肃故事 就是上师以他的悲心 立他心来观照 来垂念我等终生 那我们所祈祷的是什么呢 是下一句 义无所求 正悟其加持 就是愿我能够了悟 这些世间的累积跟营求 那是不必要的 愿我能够了解这一点 当我们说了解世间的营求 跟积攒是不必要的 不代表我们要放下一切生活的物资 就是过得像秘勒日巴一样 非常清贫的生活 而是我们要懂得在太过豪奢 跟太过菲薄当中取一个中庸之道 要能够知足的使用 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生活资据 我们的日用品 在不会过度的浪费 也不会过度的匮乏的情况之下度日 并且能够在过日子的时候 信守因果业力的规律 了解经营此生 就像是在经营一个暂时的旅店一样 我把它维护好也就足够了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运用此生而行善 为了要让行善能够没有阻碍 所以暂时上我必须要照顾好这个身体 必须要顾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 所以去知足的使用物资 其他过度的使用则是没有任何的需要 这就是了悟其他这些世俗的事物 一无所需的道理 这是对话的 诶 不讲话 每一个学生都没有任何的地方 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地方 他在学校的上 他在学校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他在学校的学校 如果不如不要把 CandọtloveStomSend Чтоarelogs 在發生在大陸作 老末说的 像在一些大陸的年輕人, 和穆克斯堂 ,最后会講究童谦 毕童谦 瓜 , 其他的球啊! 跟老末说得比较好 和穆克斯堂上的真相 把他人的家人去哪 他叫他人家去哪 他人家都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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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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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家中的家中我看到 百年目的操作 也就是之間 百年目的政府 百年目的動作 �를 fond到一個百年代 每年都保留 蠢年代 最終的 百年代 那是人风吹的,他们把这些鸡符上导的,他们不接地开 接下来,下一句讲到恐怖阴沉黑暗面前营 此处所讲的黑暗是一种形象化的辟语 它指的是缺乏正确的见 也就是当友情缺乏了圣观的见地时 内心的状态处于愚痴当中 就如同身处于黑暗一样 在这样子缺乏圣观见地的情况之下 就会虚妄的执着自我的存在 那这种自我的存在性就好像是陷入了一场昏睡一样 完全睡得不省人事的那种昏睡 那么因为我们如同陷入了自我的沉睡当中 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往往就随着无忌的念头而在做事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浑浑噩噩的度日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认识 在一种愚痴的状态当中 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也摸不着头绪 这就是一种如同黑暗一般的愚痴状态 如果我们去探查内心的真实状态的话 通常粗分来说内心分为善的心念不善的心念以及无忌的心念 但如果按照护主几天宋公他的观念的话 他说念头只有善念跟不善念 没有无忌念这种事情 他说所谓的无忌念指的是放异心 而放异心说到底就是愚痴的一种 他不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心念 那只是一种态度 几天宋公是这样子来说明的 那么就像是米拉日巴他在十万道歌当中 对这个巴达做的教诫里面 尼玛巴达他对他做的教诫 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具足清明的智慧 具足清明的剑的话 就如同明灯能够照破黑暗 他讲了这么一个教诫 那这个教诫具体的词句是在十万道歌集里面可以看到 他就说了透过实修 我们能够于内心得到自在 于内心得到自在的话 就会晓得究竟的实相是什么 那么就能够不受无忌 以及放异的愚痴状态所转 那这个时候心就像是明灯一样能够照亮与吃的 这个是在道歌当中他对 尼玛巴达做的教诫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说 你不能用这个教诫 就像是这样的浅语 我们没有用这个教诫 你不能用这个教诫 我能用这个教诫 我可以用这个教诫 就像是在我学校 我去教诫 我学校讲 我学校的教诫 他在外面讲的说话,这些話就说了,就说了。 你为什么要讲话?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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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来 人工历于精神的人啊 山东民产学像比较畅力练 我们讲解到那个 刚刚的压力说有一种生活的 人们在这里面会拿过去的 家庭上的 这些就是 他们在标志上 他在标志上是 只是在标志上 他在标志上 他叫标志上 一种标志上 让他说 这个标志上 再上去看一下 我们又收工方案 一不工作 在这个幕上 全部enga张 然后他 fantаст在 他们 他们有任何的 不是 最后す schauen 如果要联 cyber 然后 hands around 在每个人怎么要这样做 才能阻止 Honень 这种活跃 人家这种活跃 主祖物的人家生 人家这种活跃 人家是用的 打子用的 人家当中怎么做 就寒冷淡去 刺激他们了 这次讲到恐怖,它的意思是不畏恐惧 那么当然它的意涵是非常广泛的 通常世间人都有恐惧的 因为恐惧的来源是自我 就像是这个世间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一切的痛苦跟一切的恐惧的所依 承载着痛苦跟恐惧的那个东西叫做世间 所以世间人不免会有痛苦,不免会有恐惧 由于一切事物都是非常有的 它是无常的,它本性是苦的 所以只要不能够了解无我的道理 世间凡夫一定会感受恐惧 只要自我的感觉仍在,我所值的感觉仍在 我们就身处于恐惧的状态当中 那样子的心态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无忌 或者是愚痴的状态,就如同陷入沉睡的 那种缺乏智慧的情形 比方说像有一个人,他如果拥有非常价值昂贵的财物 他在这个财物上面就会生起相关的恐惧心 他可能会担心别人把它拿走 别人把它破坏掉,别人把它偷走,别人把它抢走 这一切的担心跟恐惧心态从而来呢 它的背后其实就是自我在推动着 因为有自我,所以他执着这个东西 所以担心后续会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以从自我所发展出来的恐惧心 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的 比方说像有些人他们修这个破坏生法 非常着重于修这个法门 也在实修上非常有心得 那他们有时候会交流一些经验 会跟我问一些问题 比方说很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 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无念的状态 或者是没有特别的想法的状态 那他们把那种状态描述成好像陷入了黑暗当中 因为好像陷入黑暗当中 所以他就产生了恐惧心 但这种状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只要我们的我仍然存在 那么恐惧的现象就不会有完了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几天宋公尊者他在教研当中提到了 比起正行前行更加深奥的道理 所以前行更加深奥指的就是应当要修 慈心悲心 应当要修菩提心 当他在讲这个主修法门的时候 所说的主修指的就是菩提心 他说如果不修慈心悲心的话 不修菩提心的话 那么自我就会依旧存在 由自我而起的恐惧状态 也一定会相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从慈心悲心 应当要从四无量心及菩提心下手去做修持 比方说当你对众生修此无量心时 因为想的是其他的友情而不是自己 所以在这当中自我的立足点就不存在 就好像说一个他积极为国家奉献的人 他能够做得非常有